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长毛朱老师 也是多元艺术创作 既教育发展协会的理事长 还有我们台湾打购剧团的团长 今天长毛朱老师 要来继续延续前面两集的 细藕的概念 来跟大家分享 来 我们再重头复习一下 细藕的分类 长毛朱老师把它分为哪四类呢 上一集我们有提到的是 对了 就是套 用手套 用手指头套 或者用整个手套 用身体套 都是属于套的概念 再来就是什么 撑 也就是拿硬的材质 来撑住那个细藕 操作它来演戏 所以是属于撑的藕 那今天上场的呢 是后面的两类 一类是 拉 最后一类是拿 号 撑 拉 拿 我们再复习一次哦 好 那拉跟撑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每一次就问大朋友或小朋友说 你们觉得撑跟拉的这个细藕 有什么不同 有的人就会告诉我说 嗯 老师 撑就是从下面拿东西把它撑起来 然后拉就是从上面把它拉住 好 这个大部分的情况是这样子没有错啦 不过它不是绝对哦 从下面我们也可以是用拉的概念 比如说如果是一支风筝在天空 那我们中间是线的话 你看我的手上就有一条线 好 如果我们跟风筝之间是用软的线 那我们就会叫什么 就叫拉了 对不对 所以方向不是问题 方向不是问题 我们从下面也是可以用什么样 用拉的概念来看它 那反过来呢 从上面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是属于撑的部分 没有错啊 上一次我们介绍到那个纸片藕 纸板藕 就是藕的头上 身体上面我们有一根硬的杆子 延伸上来去操作它 所以你看这个方向也是从下 从上往下 那这个动作我们也可以称作是撑 而不是拉 所以撑跟拉最大的不同 就是当你在操作藕时候的那个牵引的 中间那个材质 一个是硬的 一个是软的 软的我们就叫它是拉 好 我们看看谁要先登场 好 这一位先生 先这个好了 女士优先 我们让女士登场 是不是很多人很好奇 那老师 为什么那个藕你拿出来的时候 又把它卷卷卷卷 然后它都转晕了 怎么演戏呢 好 在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技巧 要教我们大朋友小朋友的 就是我们都知道 像这种藕 全部软线的这种藕 叫玄丝藕或者是提线藕 提着这个线 或者是悬着这个丝 你知道这种拉的玄丝藕 最怕的是什么吗 没有错 最怕的就是线打结 时常像以前朱老师不知道的时候 这个玄丝藕如果线打结 然后又解不开 最后怎么办 最后只好拿剪刀咔嚓咔嚓咔嚓 全部剪掉重绑 那个是蛮痛苦的一件事情 所以后来我学会了 如果你要收纳你的玄丝 全部都是软线的这种玄丝的时候 有一个小技巧 就是把它们转起来 就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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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转起来之后 然后这样子收起来 你在操纵杆的这个地方 看是哪一个套子把它套起来 或者是哪一个橡皮筋 先把它收起来 把它绑住 它就不会跑掉 那当我们下一次要用的时候 你看是不是可以拿起来 然后让那个线 它自己慢慢地回来 转转转 转完了之后 你看是不是又回复原状了呢 好 这是收纳玄丝藕的小技巧 那这种藕呢 为什么我要拿这个来 看起来好像不是很专业 没有错 它们不是专业的细藕 它们是 长毛朱老师以前去捷克 在捷克的首都布拉格 那边有很多卖细藕的店 就像我们台湾的土产 凤梨酥一样 捷克的土产就是细藕 那在那个店里面呢 有很多制作这种的成品 就是一般卖可观光客的啦 但是大家不用难过 即便这么简单的 它的操控器只有一个十字 也是可以拿来当戏友 拿来当角色演出 它们也可以表现得非常出色 只要我们知道 怎么去操作运用它就行了 你看 它这两条线 角的这两条线 正好在这个十字操控器的左右边 所以要让它抬脚走路 你只要 你们对照一下上跟下 抬右脚 抬左脚 抬右脚 抬左脚 就是只要操控器左右左右摇就可以了 OK 它们就可以走动咯 那手的部分呢 你们一定很好奇 为什么手看起来是两条线 但实际上是一条线 它就是从左边穿过来到右边呢 没有错 一般来讲 这种悬丝的手就是一条线 然后中间有一个洞 让它可以衔接穿过去 这样子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我们一只手 就可以操控它的两只手了 Yeah 对不对 你看这样子我们是不是就可以 同时联动到它的左右手呢 所以当我们在家里面 或者是在学校里面 我们要跟小朋友说故事 或者是小朋友想要来演一出戏 演一个故事的话呢 这种偶其实就够了 所以你不用担心说 我又不知道要去哪里做戏偶 而且我手工又不好又不会做 没关系你只要拿了这种 即便是在观光区买到的戏偶 也可以来做很好的演出喔 好 那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十字操控器 它是有限的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们有心的话 回家也可以再帮这样子的观光区买的 简单戏友再给它加个工 也就是重新来把它绑绳子 像刚刚这个偶呢 你会发现它头上的这条线 头上的这条线 是在十字操控器的最后面 所以它时常十字操控器会翘起来 因为身体这条重心线就会比较重 对不对 好 在这里呢 有一种我们可以把它加工 就是这条重心线 我们把它改到十字操控器的中间来 那后面这个点呢 我们就可以留给它的屁股 这样它就可以弯腰了 有没有 有没有发现 所以以咸诗偶来讲的话 它只要多一条线 就会多至少一种以上的功能 那它的手一样是从左边串到右边 同一个点串过去的 同一条线 那它走路一样是左右摇摆 谢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 有没有发现 当它有了屁股这条线之后呢 它就可以弯腰了 如果没有的话 要谢谢大家只能 谢谢大家的收看 只能五体同地 OK 好 那我们刚刚讲到 像这样的 戏偶 它这条重心线永远都硬邦邦的 对不对 好的 所以呢 后来就有人把它改成 硬的 所以就结合了撑跟拉的概念 制造出来的偶 这种偶我们叫它是 铁枝悬丝偶 铁枝悬丝偶 这个是 这一支是我平常 拿来做示范教学用的 所以我把它做得非常非常简单 你们几乎只会看到它的结构 而没有看到它的造型 对不对 可是即便这么简单的偶 也是可以做很有趣的表演 嗯 嗯 大家好 今天我要为大家跳一首 草群舞 跳得不好 不要笑我 好了 我跳完了 谢谢各位 拜拜 拜拜 有没有很好玩呢 我好喜欢这一支 因为它很简单 但是它的动作非常地有趣 好 介绍完了拉的部分 最后要跟大家讲一讲 拿 拿是什么呢 顾名思义 拿就是信手拈来 身边有什么 我们就拿什么来玩 这个它是没有任何操作戏偶的地方 所以这个如果它摆在架上 它就是属于小朋友在玩的玩具娃娃 可是即便是玩具娃娃 我们也可以把它拿来入戏 拿来演出哦 你看 你只要找到适当的地方去拿住它 这个动作也好 这个行为都叫做是拿 小花 小花 你今天中午想吃什么呀 我也不知道要吃什么呀 我也不知道要吃什么呀 我请问我妈妈煮好吃的面给你吃好了 哇 我最喜欢吃你妈妈煮的面了 好啊 那我今天中午就在你妈妈家吃 什么我妈妈啊 是我们家 讲错了嘛 好 走吧 妈妈 小花要来吃面了 这样子是不是拿着它也可以来演戏呢 你看这样马上就有两个角色咯 那其他为什么没有觉得很特别的偶呢 好啦 拿的重点就在于 我们身边周遭日常用品 你信手拿来就可以入戏演出 比如说像这个 这个是隔热手套对不对 好 我们也可以把它拿来变成 是不是变成一条蛇了 或者是把隔热手套掐在中间 这又变成什么 就变成大白沙了 好 你看日常生活用品 真的有很多都可以拿来玩的 好啦 即便是我在喝的水跟咖啡 我们一样可以把它拿来入戏 你讲话怎么怪里怪气的 因为我是外国人 什么外国人 你明明就是我们台湾产的咖啡嘛 好啦 被拆穿了 好好好 那我们都是人家的饮料 对啊 我们就是好朋友 咕嚕咕嚕 好朋友 咕嚕咕嚕 是不是 连身边信手拿来的咖啡 我们都可以把它拿来入戏 好啦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 借着这三集对于戏偶的介绍 那你们对现代偶戏 是不是有了更多的了解呢 再帮大家复习一下 偶跟不是偶之间最大的差别在什么 两个字 就是一个是有生命 一个是没有生命的 所以我们只要赋予一种 没有生命的东西 一个生命现象 它们就可以变成戏偶了 那另外再来就是现代偶戏 长毛猪老师的分类是哪四类呢 就是套 撑 拉 跟 马 希望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 未来不管在家里面 还是在学校里面 都可以利用身边的周遭物品 或者是你信手年来 都可以拿得到的戏友 来入戏演戏哦 好 在这边祝福大家 我们期待下次再相会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